看看新闻榜 我们是一个带头作用 我是她的第一个老师 我觉得爸妈妈妈是在家 对她的人格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除了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 吴君如也开始考虑培养女儿独立的人格 甚至鼓励女儿参与一些公益项目 他计划在女儿十岁左右 让她跟随自己探访一些贫困地区 和同龄的孩子一同分享快乐 体验不同的人生 我觉得大概八岁啊十岁左右 她应该可以照顾自己 因为她希望她身体力行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等她大概过两年 肯定会带她肯定的